陳家沛議員 在國際上對於中產的階層都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方法 有些就是以家庭的住戶的每月收入做標準 有些也是要計算收入以外的資產做計算 而我們大多數香港的市民都是務實、牢碌、理性 每一天都辛勤地工作 不斷為我們的家人、為我們的下一代、為我們的未來 是不辭勞苦地去拼搏 而毫無疑問他們都是我們香港整體發展的中堅分子 對於社會的貢獻 以至到所有承擔的責任 他們的付出都是無用置疑的 而在他們當中很多都是不清楚自己究竟算不算中產 亦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中產 但是又相信有不少數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在社會的福利層面上面 亦都是屬於被遺忘的一群 而事實上目前在香港確實未有一套如何去量度中產的實際方式 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家庭 雖然不是負不堪然 但是當真正理解到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環境的生活抑壓 的確是相當無奈的 而相信大家看到我們父母賣入老年 都希望可以給他們提供更加好的照顧 又當我們自己遇上我們的伴侶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和他們組織家庭去自業安居 而當為了我們自業安居之後 有一個更加美滿的家庭都希望可以生兒玉女 而有了小朋友之後 亦都希望兒子女女可以成才 希望可以給他們更加多的資源 更加當自己老了 越來越老亦都是想要一個無憂的安老生活 雖然以上的種種說出來聽起來都是很平凡的事 但是要滿足到每一項的確是不容易 而其實大家的需要都是只是希望在生活當中得到一些保障 在作出貢獻的同時亦都是得到關注和體諒 但是主席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每一次在社會分配這個資源的時候 都看到往往中產都是被忽略的 就好像我們新民黨爭取了多年的聘用外用的稅項 到今時今日其實都還沒有 而我們感到相當的失望 而主席本港大部分的市民都是非常期望 我們政府能夠切實地理解到他們生活的辛酸 從而提供到相應的措施 舒緩到他們生活上的壓力 而一個社會要朝向積極地發展 就必須要一套可以不斷注入動力 進步動力的一套機制 假如做得更多付出更多 換來的只是有更加多更加沉重的壓力 在欠缺獲得這樣的同時 社會就只會是越走越消極 而在這樣的情況又怎麼可以談得上 是一套健康的機制呢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很希望政府能夠盡快 有一套清晰的方法去理定中產階層的定義 這樣政府才可以在施政的時候 更加好去規劃我們社會福利的分配 令到我們的資源用得其所 落得實處 本人支持原議案和修正議案 並僅此陳詞 感謝主席